因在网上发布未经证实的传闻 脸书账号为Sherifa Sophia Sherashib的网民 如今被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追查 几位部长和政府首相先后发言 他们认为应该遏制网络审判的现象 更避免不实消息的散播 加强法律来遏制网络审判 律师怎么说 政府也有意在10月修改法令 研究管制网络媒体 以及对付滥用互联网的网民 到时候你会被对付吗 今天晚上10点 记得留守百格大嘉奖 邀请到的嘉宾周美芬和张念群 来跟你探讨政府即将启动 修法管制网络的问题 不想错过这精彩的内容 记得今晚10点留守